封面接近了 降雨增加了 提醒你等一下外出行车的时候可要特别注意到安全了 那哪些地方的雨下得多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雨量图了 可以注意到这前一个小时还没有红色的区块出现 在这半个小时如果你看着熟分报新闻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地方下的雨下的还真的是蛮大的 哪里呢 一个是在桃园 另外一个就在新竹了 这海边的部分降雨偏多 其中呢 以新竹的香山呢 降雨可是已经到达了98公里了 这七个小时下来的降雨 在早上的这一段时间呢 要提醒在中部以北的朋友靠近海边的部分 要特别留意了 这雨势来说呢会比较明显 最主要呢 有时候对流云层从海面上进来的时候呢 相对的雨都会下在海边的部分了 不过好可惜哦 没有下到水库 如果下到水库那当然是最好了 不过我们从这张雨量图可以注意到 在新竹 桃园 还有包含台北降雨的部分来说 现在是桃园 新竹是偏多的 在往南走呢 可以注意到 中部地区大约有在10公里的降雨 在往南走到了高雄屏东的山区有在30公里 今天的雨势来说呢 上午的雨量偏多 而且会往中部的方向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雷达回波图了 看到雷达回波主要就是看水汽的分布了 今天清晨的回波呢 都是往北部的方向走 可以看到北部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强的对流云层在陆地上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 新竹以北的朋友感受上雨势偏大 有些地方呢 大雨之下 您行车的时候相对的视线就会受到影响了 等一下上班要特别的留意了 再来呢 当然看海面上的水汽回波了 目前呢 在海面上台湾海峡有一些水汽回波在这个地方 再往南看 在广东这边也有 目前这些水汽回波会逐渐往这个方向移动 所以再来呢 就会下到苗栗 之后到台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会发生 时间点呢 大概在晚一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在外海的这些云层进来的时候 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有好雨的现象 您今天可要特别的留意了 不过这波梅雨封面会下多久呢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封面云带比我们昨天预估的时间晚了一点 到了今天的凌晨的时候 比较大的雨势才开始进来 不过天气形态来说呢 昨天倒是在台东的大午下午两点钟 有发生焚风的现象了 气温可是飙到了36.2度呢 当然今天台东不会有焚风了 因为风面已经下来了 那但是降雨的形态来说 在今天就会偏多了 尤其是以中部以北 靠近海边的部分 上午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在广东这边还有一些对流云层 这些对流云层在今天的时候 也会在上午这段时间 接近到台湾附近的陆地 那不过再往南边看呢 可以看到海南岛这边的水气 倒是比较偏少了 这意味的就是表示说 这一次的降雨形态来说 时间不会拖得太久 那会到什么时候停呢 我们就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就可以看到滞留封面了 今天它在我们台湾上空 全台湾降雨偏多 明天它就移到了南边的巴士海峡了 我们的降雨 由北往南开始逐渐的减少 到了后天天气转好了 雨也停了 温度又回到了30度以上 所以今天的雨多明天是转为雨后多云了 再来我们就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了 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 都是伴随着有震雨或雷雨的天气 其中以中部以北的雨会比较偏多 尤其靠近西部海边的部分 行车要特别注意到安全了 南部的朋友要注意的是 山区的部分在高平山区会比较明显 东半部地区是在宜兰的降雨会多 所以今天的天气不稳定了 外出行车走路都要特别的留意 现场交还给淑芬 好谢谢你刚刚这个雨一下真的是蛮大 早上四点终于到公司的时候 外面突然噼啪下起了大雨来 那么民众在今天出门的时候 真的要多加留意了 好来看